随着老年人口比例攀升 对于长者的照顾服务 一直是政府的重点福利政策 而端午节即将到来 今天三支区公所主命 与新北市社会局人员 一同来到双联安养中心 除了来关心中心的长辈 画家长之外 更是在端午佳节的前夕 准备了三万五千元的红包 作为安养中心长辈们的端午佳赛金 好 那个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又到了 那在这里呢 就特别代表朱立伦市长 来双联安养中心 献上三万五千元的加菜金 也在这边特别祝福 我们这里所有的长辈们 都健康幸福喜乐 在竹密的带领之下 参观了长辈们自发性报名的多元课程 现场的长者更是向竹密 来介绍课程的内容 而对此竹密也表示 双联安养中心是三支区 指标性的长者招呼中心 今天带来专心与加菜金 希望长辈们都能够有个愉快的端午佳节 我们很感谢就是竹密今天来代表我们朱市长 还有我们林区长到安养中心来制政长辈 佳节的加菜金 那也特别给我们安养中心的长辈 有做这样的一个关怀跟祝福 让长辈都非常的窩心 谢谢 很谢谢 而双联安养中心表示 全中心共有四百多位的长辈 以及全体同仁都很感谢三支区公所 以及社会局人员的关心 以及照顾 佳节前夕的温暖祝福 让中心里的长者都能够在地乐活 就地安老 也能够度过一个丰盛的端午佳节 记者廖民函三支采访报道